歡迎大家好 歡迎來到君武器言 這次又承維上次講的首槍系列 記得收看廣告 訂閱YouTube和Patreon CLS share 課金方法也聯名有恆星銀行 PayMe轉數快和PayPal 事不宴遲 我們上次講完P320之後 最近就講了Glock 有請Mark和西文去負責講他們擁有的對Glock的經驗 或者他們想有什麼意見 想分享 講一些歷史 Glock的條言大家都很清楚 當年奧地利 軍方想配合手槍 Glock這個品牌大家這個年代都很清楚 但是其實你看回歷史 其實早30、40年前 Glock 大家是不清楚Glock是有什麼牌子 其實它只是出門鎖 就好像大家看到Yale的牌子 出門鎖 不知為什麼那個創辦人有奇奇怪怪 又看到Tenderring 跟著自己去試整槍 真的被他過測試 配發了 這個時間正在80年代 所以在80年代 往往出現了很多電影 電視遊戲 或者流行文化裏面 有請Mark和西文再講一下 多謝Oscar 歡迎 歡迎Mark兄 我們今集是我們特意 都算軍武判官的其中一個分支 豈有勢劈這架什麼爛鬼的東西 這架槍都算是 都算是首槍史上一枝最受人爭議的槍 就是喜歡的人就很喜歡 爭他的人就好像殺負仇人 見著他想砍他兩架 沒錯 極之吐厭 這架槍好 Mark兄就不用說了 Mark兄一向都用了1911 可以說是首槍發展史的完全兩個極端 大家如果對Glock有一點理解的話 首先 我覺得首先要砍的 就是名字真的很碎 就是歐洲發音真的很碎 你想想Glock和1911比起來 1911比較好一點 但是你很難Rap的時候 那些Rapper是RapGlock 都不會Rap1911 都是Rap45的 你看一下Snoopy啊 Dr.G 都是RapGlock啊 這些名字的 噢 他們叫1911叫Code 他們不叫1911 如果Rap的話 那大家聽到Code這個就是 Code就是我們所謂廣東話翻譯過來叫曲赤 簡單易明一聽就是什麼 Glock 當時推出的時候 其實他為什麼 推出的時候所有人對他接受到 一開始是很奇怪的 第一就是他應該是史上第一支 大量應用Polymer 即是塑膠的手槍 大家看回以前1911 或者是Smith & Wesson 當時的警用手槍 譬如說這一支 當時FBI也是有背法的 哇 大家看就知道全部都是金屬槍身 除了基本上是握把的表面之外 其實全槍是金屬的 所以手感非常好 但是也帶來一個問題就是 他成本比較高 而且他裡面的零件是特別多 維護也是比較麻煩 Glock 的好處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真的塑膠槍身輕很多 真的 問一下Mark Hink就知道這件事 是啊 Glock的話 他剛剛推出的時候 有很多人不太喜歡他的原因 就是他用了 Law Frame 是用Polymer做的 但是 你想想那個時候 剛剛第一代推出的Polymer 一定不會現在這麼厲害 對不對 是 比較壞 是比較壞一點 所以有時候會crack 所以有很多人來Glock這支槍 是不行的 明白嗎 我第一次接觸Glock 我第一次接觸Glock的時候 我不是好像你這樣 拿一支槍上手摸的 那時候我很小時候 我看了一套電視劇 叫做 Miami Vice 裡面我記得有個壞人是拿Glock的 所以從此之後 其實很有爭議性 就是Glock以前80 90年代 是壞人用的 你看什麼電影 美國電影都好 是壞人拿Glock的 好人拿M9 跟你說 是是 所以 後來不知道發展到 反過來 我真的笑死我 好人拿Glock 壞人拿M9 我真的無聊 很容易 這些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AK47 那樣 就是壞人為什麼拿AK47 因為它便宜 還有因為它 操作簡單 不用怎樣訓練 那 Glock 其實為什麼Glock 用Glock 給奸角用 其實大家當年 因為對於Polymer 大家不太認識 經常想著 Polymer可以整支槍 過到X光機 如果大家記得 賭盒的賭勝 曾經在幕裡 跟他們說 木製手槍 過X光機 跟他們說 就算槍是被木製到 但是 你始終Steel Barrel Firing Pin 或者Firing Hammer 如果組有引擎 其實都是用金屬制的話 其實你過X光機 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當年 Simon剛剛好 就記得 把這張圖保留 那所以 當年為什麼 被奸角用呢 其實很大的原因 就是大家有這個迷思 而當年 其實很多 反對槍 那班人 也都看到Polymer 手槍也都很害怕 但是實際上 是不會發生的 你過X光機 大家好像看到圖上面 是過到骨益 就是 過X光機 你如果在索料 可以過到是不可能的 因為X光機 最大的問題 X光機的功用是什麼 是看你的形狀 那你只要跟背景有少少不同 你一看的形狀 大哥那支不是手槍 你都 你當我是Lulu 真的 所以這個當年的傳說 是失望的 但是沒有辦法 不知道誰傳出來 剛才Mark Hing 講開就是 以前好像 一些帶圖才用Glock 那後來為什麼 變成現在警察 甚至FBI 都很多用Glock 其實主要原因是當時 1986年的時候 FBI曾經有一次 在銀行劫案 發覺自己 當時他們配發了很多 很多左輪 或者一些威力比較小的槍械 當時的左輪還是1.38 就像我們香港 警察之前用的那些 你威力太小 他們發覺要找一支 威力好些才可以 第一個就是輕 因為他下槍身 主要是索膠 第二就是 主要他當時的Trigger 當時的Trigger 都是5磅左右 但是你對比起 那些 左輪槍的Trigger 左輪槍是12磅左右 難拉到 真的想死 是這樣的Trigger 是很重的 左輪的Trigger 還有左輪是Double Action 行程是非常之長的 是的 很長的行程 還有呢 左輪入資欄太慢了 是太少了 還有 你Speed Reload 你都不夠 一支就是 人家如果真的拿支AK 去搶銀行的話 你拿支左輪 我是你 我就不開槍了 大哥 你搶完快走 你不要玩了 真的 那時候香港的警察用那支 Smithson和Melson 哇 最後同意那些傑斐 那些傑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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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不像 日本人在二戰 跟美國人打仗的時候 同樣的心情就是 大哥我肥斐這兩人 你需要整個蛋夾 打回頭 給面子 簡直是屠殺 那些是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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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跟大家說 你真的打仗的時候 你一定要 打好拿多好拿多好拿多 蛋藥 你打藥多才是 合得到性的 還有你 你支槍要裝 好像 尼安肥那樣 我開裝十發 貓實在裝得五發 撐五發 撐很圓的 那你不要說 那五發是一倍 對吧 不過這樣 其實以前 為什麼這麼多警察 用左倫 其實大家看回 如果看回一部電影 叫做Public Enemy 說一九二零年代 美國警察 或者美國警匪片 其實很多警察 當年 不是用 Code 或者 點四五的 其實很多都還用左倫 其實 因為當年 就算你砌一九一一都好 那其實 半自動手槍 其實都未必好像 今時今日 這麼有高內容性的 所以其實 但是對於警察來說 因為他們不是一幫 經常性 去維修之槍 或者保養之槍的 那其實 很多時候都是做公務為主 但是往往他們 拔槍的時候 就已經生死有關 那所以他們是寧願 用左倫 因為左倫 我就算第一發是啞蛋 我第二發再拘捕多次 那頂窿都是第二發的 那還有 就是第二發 怎麼都會打得出的 那還有當年 其實 都未 所以其實 為什麼當年 很多人是用左倫 其實是有這個原因的 就是 沒錯 左倫的好處就是 即使 Oscar已經說 你第一發 卡住了 你可以繼續拉 轉去彈槍 下一發 所以基本上 他是不會卡彈的 但是他的不好處就是 你只有六發 還有你再上彈 要拐彈的那一刻 是非常非常慢的 那 那 那時間 來到1986年 那FBI 就想著 大哥不行的 真的要搞一支 搞一支 好一點的下 起碼你火力對稱 大哥 對吧 結果他們開始研究Glock 就開始 向其他的警務部門 推廣 他們覺得Glock 另外Glock的最大好處 我們一定要說 就是他的安全 因為Glock的Action 他們自己叫Glock Action 其實我都將它 歸類為Double Action 基本上 他有三個主要的安全設計 就是 他基本上可以說 我想很少聽到Glock 會是因為機械的原因走火 暫時很少聽到 其他槍我周不時都有 因為其他槍 外面也有一個Hammer 你不小心一撞 基本上槍就會擊發 但Glock 大家看到 有幾個安全設計 首先就是 他的Trigger的安全設計 即是你的手 一定要去Mind Trigger 才會有可能擊發 第二個就是 他本身的 這個 Firing Pin 在正常狀態下 是頂著Firing Pin 所以你的Firing Pin 無論是 你扔來扔去 在高處跌下來 因為有這個Firing Pin 安全設計 他也是很難 撞針 會撞到你的底火 擊發 當然第三 就是他 Drop安全設計 這個也是當時 測試了很多次 就是你扔來扔去 到處逃 他也不會走火 但是 這個安全設計 的好處 對於警務 FBI調查 好處就是 你不用怕自己帶的那支 隨時會突然 很可怕 但是 不好處就是 我經常覺得 他的安全設計 亦導致他的Trigger 他的行程 以及他的力度 要拉得很長的行程 很長的 還有 問題就是 你不知道他那個 激發點在哪裏 他沒有那個Wall的概念 就是 馬克卿就應該知道 2-Stage Trigger 你第一個Stage 拉完 你應該有一個非常大的阻力 就叫做The Wall 接著你再拉過那個Wall之後 他就有一個非常清脆的激發 Glock 不是的 Glock是很壞的 你拉來拉去都不知道 Wall在哪裏 你撞了嗎 撞了嗎 接著你就逼著 一下子拉過了 那就很容易令到你那個 瞄準就歪了 是啊 為什麼我不喜歡用 2-Stage Pistol上面 Pistol我不用2-Stage 我用Single Stage 我永遠都是Single Stage 因為Single Stage 真的太行程短 然後你有感覺到很Wall 所以是很棒的 我不喜歡用2-Stage 特別是Glock這個 扣他的街 Glock這個 唉 我那個時候 我們不是用M45A1 去粉他的腸 他就不知道什麼 扣街幫我換了 換了一匹Glock回來 Glock 19 我記得 全部人 十幾個人去把蟲連槍 本來是Expert 打打下 就變成Marksman 這些簡直是 特種部隊的恥辱 Expert變成Marksman 到我想把這支槍 直接扔走了 明白嗎 很蠻垃圾的這支槍 不是垃圾的 因為這隻手還沒習慣 明白嗎 你的感覺還沒習慣 但是我覺得真的 有些難用的 他的trigger 他的trigger 真的不行 他的trigger 他的trigger 和Iron Sight 真的太慢了 不要緊 Iron Sight 我們待會先把這個trigger 他的trigger 我覺得是 因為我訓練 全部都用Glock的 剛剛開始用 你不知道其他槍是怎樣 就覺得想著 GZ都是五常下 想著練 開初用就覺得OK 到後來就越難用 因為你射的把 越來越小 越來越遠 每一次拉 你都不知道 大哥 我扯很久了 你打吧 好嗎 然後整天都覺得 他扯不到盡頭 然後一用力 想再拉多一點點 你的槍就歪了 所以我鬥後來 我都被迫 我都要換了trigger 其中一個component 我待會跟大家說 換了什麼 大家看看 這就是他本身的trigger Glock的trigger 他整個不同的Striker 他的連動裝置 這就是他的Firing Pin Safety 擋住他的Striker 這個叫他Connector 基本上我現在換了這個之後 這支槍就好很多 這個只有十元左右 十元美金左右 當然這個世界上 這個世界上 有些人 一定要 有這麼貴 換這麼貴 比如說連trigger 都可以 搞到 搞到這支槍 搞到這支槍 好像彩虹槍 那樣 亂七八糟 真的 真的 不要笑別人 別人 別人有錢 別人有錢 想換什麼就換什麼 這支槍 換這些東西的人 應該住在三藩市 我覺得他住巴西好一點 住巴西 Carnival 那些比較適合他 你免得住在三藩市 彩虹旗 我們不要在這個深究 這個會引起很多 很多黑 speech 其實 除了 trigger 之外 我覺得有一個原因 為什麼trigger 這麼難用 主要是因為他的握把 大家有沒有發覺 Glock的握把 和其他槍 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1911系的槍 他的Grip 是比較 撩長的 比較窄的 Glock 不是的 Glock 真的是一塊專利 他什麼都是四四方方 那說 大家如果Grip過 其實手也Grip過一次的 其實你發覺 Glock他握槍的程序 其實是預計 整隻手 握到最前 跟著然後 形成一個 好像接近110度的角度 那叫做比較斜的 但是你看見其他手槍 比如 1911 M17 那些是接近90度的 所以變相 其實你Grip習慣其他槍的人 你忽然間GripGlock 你的Grip其實是很不同的 你的角度 它是預計了你 你握得很前 或者很出的感覺 但是 這件事是不能給你改的 因為 你怎麼改都好 你很難改變到 你Grip的角度 你一改 其實連蛋夾都改了 所以其實 有些人投訴 是有這件事 那說起trigger 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 一些資料 就是正正這個trigger 所以很多人會投訴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 大家就好像這幅圖 那樣 不知道為什麼不其然 就會自己 繞著手指進去 造成激發 那什麼情況之下 會計這樣呢 Black Hawk 曾經出過 叫做Serpa Holster 那Serpa Holster 就是怎樣呢 你的手指 要按著槍套 按著槍套的位置 才可以拔出槍 那這個很正常 但是問題呢 它的按鈕 就正正在槍 的trigger guard 那裏 變相 那些警察一拔 或者他們做 因為他們要做 過程度 或者要做測試的時候 他一拔 就不小心拔了手指 到trigger guard 再拔 變相 就已經是 一扣 就打中自己的 直腿就已經要 但Simon正正收了這張圖 這個就是大家 正正大大有名的 Serpa Holster Serpa Holster 在很多訓練場 是禁用的 因為你的手指 它是用你的 拉 trigger 那個食指 來 release 這個很多地方 禁用的 其實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剛才說了 Glock的Safety 因為太多內建Safety 它就沒有了一個 外置的firing safety 其他很多槍都有 這個我只可以說 是選擇更好的 Hoster 你的Serpa Holster 那20美元 你對比起 Safari Land 那些60美元 你選擇更好的 說實話 我當然選擇 Safari Land 選擇Safari Land 人家都是全Modular設計 以及你用起來順手很多 那 Glock的idea 基本上就是 你的手指 我剛才說的 你的手放進去 出擊家裡 你就開槍了 至於你自己 控制不到手指 你不可以掛人 還有他 講回Grip 剛剛Oscar兄 講到我們看的Grip 大家有沒有發覺 他掌握得很辛苦 基本上他只是靠一個指節 來包住Grip 其他槍呢 比如說大家看看 以前的左輪 有沒有發覺 他是兩個指節 包住Grip 1911的槍系 基本上都是按照這個來設計 還有我們鼎鼎大名的 H&K 大家都看到 多帥 多順手 看起來覺得舒服 所以Glock的idea 基本上 他不是設計給你 單手拿 他是一定要 雙手 包覆著 這樣才是 整支槍 才是包得很緊的 所以就在這個情況之下 很多人去拿Glock的槍 為什麼不順手呢 就是因為 特別是我們亞洲人 手比較小 變成你包不實的槍 包不實的槍 你一路想 把你的另外的Nuckle 一路想轉過來 而在這個過程中 你就不自然 你的手腕 就會向內 向著你入面傾斜 這個傾斜 就會造成你開槍 打目標的時候 你的瞄準線是歪了 所以為什麼 我們用Glock的時候 我們訓練 一開始你的彈道 你一定是打到 你的把心的左邊 因為你就是 拿槍的手歪了 特別就是這一下 但是Glock的好處就是教你什麼呢 就是教你兩隻手一定要平衡 你兩隻手如果拿得平衡的話 其實是打得很準的 但是很難練 我只可以說 真的很辛苦 他的槍又輕 對不對 又沒有手感 拿上手 他這個爛鬼Grip 加上他的爛鬼Trigger行程 你又起勢在那裡拉 起勢在那裡拉 所以你每一下 越拉越緊的時候 你的手就會不自然向左傾斜 所以那一下我每次打都是 每一次都是打在左邊的 即使後來練到好一點 都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所以很煩 還有大家 拿一手槍上來 然後射好 很簡單 不是的 真正到你射的時候 你會有些緊張 你一緊張 你的手就開始有些 震震地了 真的 震震地 加上一支槍也很難搞 那就算是歪了 歪了 歪了 所以我到後來我拿槍 我問一些高手的提示 就是不要注重在你的右手 注重在你的左手 鎖住你左手的手腕 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對Glock的控制好一點 就能夠防止你的右手 尤其是歪回左邊 即是大家看這些 比如說這位仁兄 你看看他 他穿了手套之後 你看看他的Nucco 是轉不過來的 所以他拿槍的感覺其實很差 他只可以有兩個控制點 就是前和後 你沒有左右的控制 所以你很容易打光 彈尺 彈尺 但是他拿槍其實很麻煩 左手已經這麼重 然後你又要拿著這把槍 是的 那這個問題就是 你要拿著這把這麼壞的槍 你就知道 你一定是打去左邊 所以變了很多時候 有時候 那些人瞄 他不自覺瞄 把心的右邊過一點 自己叫做補償 但是這個是錯的方法 就是等於你的槍壞 你就要去補償槍 你不如換掉它 換掉槍是好一點的 比如說換一支色沙 你馬上發覺自己 嘩為何厲害了這麼多 對 你換一支色沙 你換一支色沙 不好嗎 拿一支Glock 那些什麼 我真的見過 為何會打得這麼快 他們的Glock 很多人都沒有用Glock 不是 Competition有用Glock 我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別人 別人的槍 大家看看 看別人的Competition用的Glock 那支不是Glock 那支是Glock的款 裡面的東西是換到連七八糟 比如說你看這些 其他換的組件 是換到混亂了 基本上是等於什麼 基本上是等於 比如說你Toyota的Yaris 大家看這一支 這支爛鬼車 大家知不知道 Toyota的Yaris 在Rally獲得冠軍 但是那輛車和Yaris 有什麼區別 一些關係都沒有 有八十萬那輛就是 對 一些關係都沒有 你的槍根本不是Glock 你的槍是改成七八糟 他不是Glock 沒有人拿Glock 打比賽的 全部拿超跑打比賽的 這個是Glock的第一 手感衰 第二 Trigger的行程牆 拉的重量大 但是這些都有方法可以改的 第三 這個就真的扑他的臭街了 大家看看這個 腰型 這個 我經常想說這個 好像山墳 沒有什麼煩 好啦 還用這個 我真的不知道 奧地利人 當時怎樣設計 設計 這樣 唉 真是 還不習慣 大家要知道 奧地利的人 奧地利軍工都很厲害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人體工學 做得那麼差 他的西 我想都是供應最差的西 應該這樣說 他應該是 這間公司 Glock 其實他自己 都不是出名 玩開槍的人 你說Stair Stair 出AUG 他自己的M9A1 搞清楚 Stair的M9A1 以及 不是美軍的M9 那個人體工 我是差很遠的 甚至是 但是 你一開始第一款 他做了整 有沒有五十年 你五十年都是出這個款 真的 真的想砍人 他自己有 他升級的西 他不放在他的槍上 就是 要你給錢 你錢 你花在Grip 我狂開 你幫他升級的 多舒服 多舒服 是啊 他有個Grip 我稍後再說一件事 我忘記說 那件事更差 不過說完西 自從 我又是第一次 我用Glock去訓練 我經常覺得 為什麼 為什麼我經常瞄不到 要用很多時間 大家知道要3.1線 要用很多時間 把你的後面 和你的前面 和前面 他要安定 他要安定麻煩在什麼呢 他要安定麻煩在你的山墳 你的山墳 和前面的左右距離 真的很難把握 你經常覺得 究竟是歪去左邊 還是歪去右邊 很難有一個 很難立刻做一個快速的瞄準 結果後來 我就洗死地氣 洗錢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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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才是三點成一線 對吧 綠色的比較好 大家看看 Scribe 很正常 你才能看到 不 我覺得重點是 你給我兩個點 我就可以了 你不用有三分 你只要有兩個點 把前面的第三點 一連一條線 之後 你的瞄準就快很多 真的快很多 至於其他 夜晚發光功能的 就是零廣 大家看看 這麼多不同的 小弟就只用了一款 所以我只可以推薦 Tricicron 這款 Tricicron 這款 多棒 大家看看中間的 很大的 紅點 其實我可以理解到 為什麼他用這個 三分式 因為暴槍 以前很古老的暴槍 因為 澳地利 是強制復兵役的 所以 對於距離 的根細 正正你一支 像Mauser 那些 那些傳統的設計 剛剛好 整件事 唉 隨便 總之 我覺得 他有升級的部件 好心理就放進去 因為 Glock Z的 都是這樣的 好心理放進去 不要再做生粉 當然 現在最新一代 大家都是用紅點 反射鏡 你這個 當備用就算了 紅點真的差很多 紅點是准得很多人害怕的 不過 紅點 貴的那支槍 我覺得 現在 潮流開始流行 放紅點上Pistol 我覺得 是用Iron Sight比較好 我也同意 但是 這個潮流 是不可抑的 所以只好死死地氣 儲錢 我也覺得 你首先 如果你真是一個 新手力訓練 你用Iron Sight 先玩 你用Iron Sight 玩了 你覺得 玩了一段時間 你覺得 OK了 然後你可能 放一個紅點上去 因為 你一定要基本功 你飛手槍 你進來馬上用紅點 其實是一個很不好的習慣 如果 紅點壞了 你就慘了 對吧 哈哈 哈哈 你變成一個死蟲 立即戰 你出套 你髒了也會煩 你怎麼會無緣無故 欠人發 為什麼你在軍隊裡面 沒有用紅點 在Pistol上 就是這樣的原因 因為 因為Pistol 軍隊正式的名稱叫Side Arm 其實是 防身 不是我們進攻 是刀仔 如果刀仔也撒不成 你撒關刀就死定了 所以刀仔一定是最簡單 最少機會出錯 還有Glock 主要是Grip的問題 你的Grip未掌握好的時候 你用什麼Side都沒有用 你會發覺你的彈度始終是壞 還是歪 還是歪 還是歪的 還是歪去左邊 左邊和下面 就是歪去這個八點鐘方向 就是你Grip有問題 說回Grip 剛才漏說的一件事 用Glock的人 基本上都有一種經驗 這叫Glock Knuckle 沒錯 為什麼你的手弄傷了 又撞起一塊 為什麼